给你们看 外面可漂亮的 还有图纸 请抓好扶手 并正立在防线内侧 期待期待 那个机器人瓦码 中战牛家骑摩托 书客备胎 大家出门就是每天都经历着各种找不到的东西和丢东西 我就是因为跟你出门 我从来不出现这种 我呢 以为我戴的非常全 因为都是张老师给我装的 结果我发现没有戴护脸 我觉得每次滑雪最累的就是前面穿装备的这个过程 你穿就多 然后这个室内又特别的暖和 然后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重 对啊 我把我外面的帽子搭上了好 撞着头发吃老发气的 嗯 你看我呢 好好累啊 哇 这个血好软 你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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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一个特别特别平的一个平坡上 慢速滑行 啊 动手 动手 我把银放到我的刀里了 太动手了 你们知道这件事有多离谱吗 这种雪场的摩托平时都是人家在上面摔的呀 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故 还需要这个摩托给人架下来的 他绝对是头一个 因为穿的雪鞋太小 就像我妈 哈哈哈 那这雪场的小朋友就像另外一种生意 下次我们来热吧 滑雪真的是一个特别省事的运动 你既不需要化妆也不需要洗头 我今天早上是八点半的飞机飞杭州 然后为了不延误我早上递了三个闹钟 然后五眼都又起来了 结果我到机场发现我坐的航班延误了 要延到九点多 我现在就特别像那种 这种天天迟到的学生 就好不容易准时了一把 结果老习迟到了 干杯笑美好生活 好好吃哦 我们来数一数女厕所有几个位置 男厕所有几个位置 这个天气真的是 超级期待 赛克赛克有个面包 想定好长时间了 可以买着了 核桃丝糕 这个是毛豆包 这个好小 这个是抹茶 抹茶奶酪包 烤年糕 天呀 看着好棒 这个香草拿铁这个颜色 不可能里面有能够 这是杭州的网红店铺 有1500条正降低价 这个不就是那面包店吗 北京也有 看看看看 他应该有按钮吧 两个兔老猫进去 等这个房子真的 我们在外面吃了一个小时的外卖 55块钱买 哦对 就是他刚才有跟你们说的这个咖啡 他说他要去买一个浓缩加进去 就在酒店的大堂买了一个浓缩 一个浓缩哦 他买了55块钱 这是一杯总价多少 总价80的拿铁 我特别喜欢这种厕所是独立的 如果说以后我家要重新装房子的话 我一定要弄一个独立的厕所 然后隔阴 然后隔臭 然后让张老师一个人在里面上厕所 给你们推荐一个这个 都是我海淘买的 然后好像是一个国外新的一个小种牌子 就是那种涂液下的 它里面没有铝 所以说它不会堵塞你的毛孔 但是因为它没有铝 它其实本质上不会止汗 只不过就是会让你出的汗 不可以抽 特别好闻 牌子叫这个 它们好像还没进国内 就只能有那种海淘店可以买 但如果说你在美国生活的话 应该可以买的到 真的真的很棒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要参加一个电商会 然后一会我们要跨江到这儿 你们认为买卫生巾 他们给你放黑塑料袋 是体贴还是 然后送一个红糖浆茶 骑士 算不上骑士吧 那是 哦对了提起这个事 我给你们讲一个刚才我在大唐的经历 因为我们刚到的时候就是没有房间 所以说我们就在外面吃了会外卖 然后吃完外卖之后 我就开始去问前台有没有房间 我就在我和前台对话的那个过程当中 就来了一个特别大岁数的一个中年男性 就是他站的离我特别近 然后问前台了一个很没有必要问的问题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难受 就因为他站的离我特别近 因为离得很近的时候我就不太要回头 然后当时他走的时候我就扭头看了一下 他就是低头看我屁股你知道吗 自己其实出门尤其坐火车坐飞机 我比较喜欢穿运动裤 尤其这种谈力很好的运动裤 我觉得因为我很容易肿 这种运动裤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束缚感很舒服 走路也很得劲 然后怎么做都行 我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情况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基本我每次出门做这种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 我都不会穿一个颜色非常那种鲜艳很很抢眼的这种运动裤 你就说我们女生真的天天生存 脑子里到底要想考虑多少问题 然后就这种情况下 就在酒店前台 而且我们住的还其实是一个算是挺好的一个酒店 然后就还还会发生这种情况 你就觉得有多么的无欲 我们出发了 两个羊叫 走吧 走吧 是有小牌认证的呢 鲁耳饼饼干 好喝 是真的好吃 明明是我欠别人吃面包 结果现在开始打扫参与 他觉得不好吃 但真的还行 我没说不好吃 他说 入口不经验 我今天买了四个面包 我的打算是饿了的时候吃一个 明天早上再吃一个 现在四个面包只剩下半个了 而且实在我们真的今天一点吃饭都没耽误 就回来不知道咋的 我就坐在这儿糠糠糠 把这个面包都给吃 每天的头发真的是 如果说你们哪天在视频里面看见我头发特别顺的话 不可能是受到什么生活的重创 我又买了一个核桃丝糠 我最后给大发买了一锅 鸡蛋香肠三明治 还有一个他不喜欢的抹茶乳酪 没有说我不喜欢 他觉得入口不够惊艳的抹茶乳酪 这个是大发的 所以说上面写着脏脏 我不知道我猜到 因为我觉得你昨天说的浓郁拿铁 你应该就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奶的 然后但你又不喜欢喝美食 大胆预测 江景酒店啊 就是你住进来之前呢 非常期待 进来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呢 也很惊艳 但是注意晚上第二天早上就觉得有点平平无奇 今天是OOTD 好多人 你想要要啥了吗 我想要那个芋泥奶酪球 朝1314进8 本来说好到火车上再给大家搞一个吃播的 结果现在在车上就已经开始了 已经把基本所有的都打开吃了一遍 最期待的 我的天呀 こちら没有奶酪的地方比较好吃 它是个奶酪有点像那种 纸纸末做出来奶酪 其实还行 好吃吗 还可以 哦真的 就很甜就是 很甜啊 嗯 来个新的眼影盘 特意撑到尖点阳光好 给你们一起柴 还送了一个这个 那之前那种18色的实在是太贵了 因为我就是很想要个这种橘色的 棕色的 和有这种细闪的 感觉换得不是特别好 但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哦忘了头口红 我特别怕就是化妆最后是新的口红 就觉得你好不容易化好一个妆 然后万一这个口红颜色特别死亡的话 你就这个妆全都白化 这两颜色一样了吧 看似一样又好像不一样 哎呦天好红啊 其实在镜头里面看着还行 但是我照镜子看就是 好奇怪啊这个颜色 整个彩妆不是都特别有名吗 但是就是整体价格都非常高 我就从来都没有舍得卖 然后好久之前有过一个男生 送过我一支他家的口红 然后当时我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拿回家立马就试了 上嘴就发现非常的干 就是一点都不好用 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耙子有什么好用 为什么大家都在吹 然后后来我发现他送我的是假的 也没有意识说这些口红可能有真假呀 就觉得买一个送了就行了 样子一样就可以了 结果女生用完发现完全的不一样 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给大家看直播间有多少盏灯 下面还有处夸张 你看侧面全是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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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soldie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